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上的菩提心 好 大家每次讲经的时候 一定要发菩提心 这个很重要 前面我们也讲过 要求每天都修持 当然有些道友 不管是住在城市里面的人 还是住在寂静深山的人 每天不断地在修 修菩提心 现在效果也是很好 当然有个别的人 可能想起来的时候修 想不起来的时候 就忘了中间 有些人可能 现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没有修 这个是自己问 自己就应该清楚 这是一个要求 还有一个要求呢 大家不管是我们真实的听课 或者说一些光盘上的听课 都是应该说 依靠武器的元气力 功德应该是一样的 那么在听受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发大乘的菩提心 听受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如理如法地听受 比如说 在听课的时候 不能看任何 除了我们的课以外的其他的书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要看其他书 那就根本没有必要听这个课了 这是一个原则 然后听课的时候 一定要如法听受 也就是说 除了听课以外 其他所有的事情 全部放下来 现在有些城市里面 听课的时候一边 或者接电话 或者下面说话 或者用其他的一些动作 这是不合理的 当然这些人是亲友科员 从来没有受过佛教的教育 就是逐渐逐渐 现在也形成了一种闻法的规律 很多方面觉得 还是很好的 但非常希望 凡事以后听课的道友 不管是你在 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你在听课之前 该做的所有的事情做完了 然后在一个小时当中 我们这里一堂课 基本上是四十分到六十分之间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那这样 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 你最好是把所有的事情 全部放下来 全力以赴地 专心致志地 听受这个法 这是古代的一则 所有的高僧大德 呆呆相传 全部是这样 如理如法听受的 因此在闻法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闻法规律来 大家听受 然后过程当中不要互相说话 不要影响别人 也不能来来去去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一个规律 就像我们学校上课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 课堂的纪律 大家应该清楚 而且佛教更为严格 这方面应该前面 我们讲闻法规律的时候 也是《入菩萨行论》 第一则当中 都已经给大家讲过 这些问题 我在这里也提醒一下 同时我们在听到 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的时候 如果真正上起菩提心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要忆念你的菩提心 如果不能真实地生起 那么也就是该造的 也就是自己心里面一定要想 噢今天听受不是为自己 就是为了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获得圆满菩提的证果 而听受这个佛法 有这么一个心 每天都是有这样训练 我们这个心毕竟是有违法 很多旁生和动物 他也是通过训练了 最后也是获得了满意的成果 那么我觉得 我们作为一个人 每天都这样真的想 那到一定的时候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心 逐渐逐渐会减少 而且利他的菩提心 越来越增上 如果我们每天讲课的时候 只听到是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 但是作为我的话 也经常非常惭愧 说是这样说 但是好几次都是想不起来 那个时候只不过已经成了意识 成了一种传统而已 自己那个时候 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心态 这种情况处处都发生 也很惭愧的 但我想我们听课的道友当中 正知正念比较缺弱的 比较不圆满的人 可能也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甚至有些人也观察自己的心 你听了一个礼拜的课当中 每天早上发菩提心 你想过没有 其实想的话 这是几秒钟的事情 不需要一分钟的时间 那这一点应该说是很简单的 但我们一秒钟的时间当中 不能喘息 不能训练 真的我们想获得很大的果位 这一点会不会有点困难 自己也应该能闻心则问 那么这是随便在这里 给大家提一下课堂的几率 接下来我们讲 如何相应实际而交往 就是讲这个道理 也就是说我们修行人 就是与世间人如何交往 与修行人之间怎么样交往 现在国际上经常提倡 国际交流 那么我们学校也有这种交流 那么我们修行人 对个人的交流 对人与人之间如何沟通 如何结交 这个问题大家也是需要 值得观察 如果你没有了解这个状态 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 经常出现一些违缘 那么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昨天已经讲了 远离恶友 一定要到一个寂静的地方去 当一个名副其实的修行人 当然有机缘成熟的话 这是我们众生当中 最愿意希求的对境 但如果自己的因缘 各方面不具足的话 就是你在城市当中 家庭当中 也可以有修行的这种机会 那么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如果自己的同行道友 或者说其他一些 相识的人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对待呢 首先应该是 以欢喜心来迎接 应该以合眼乐色 以这种非常 侧爱的姿态来善待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也不能特别的亲密 关系就是 好得我昨天所讲的一样 好得不得了 那么早夕相处 心影不利 不管是什么事情的 连一分钟一秒钟也是不愿意离开 有些人刚开始有些人世 有一种不同冲动的感情 这种感情 好话不常开 耗尽不常在 应该在短暂的时间当中 会破灭的 所以人与人之间 即使说你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好的 你觉得好像在整个世界当中 没有那么好的人 但是那种心态 不一定长久 因此把握自己的心态 当下你要认识自己的状态 是不是我过于一种执著了 这样可能不是很好的 这个后果会不会不太好 因为藏地有一种说法 夏天太阳特别热的时候 可能会下冰雹 然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特别好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纷争 有这种说法 所以说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 这种交往你要关系 那天有一个道友 某某人是特别特别好 我觉得这个人 世间当中是第一 但是我说 前面的路是还长的 不要太计较了 今天的眼光明媚 但是过一段时间 会阴天出现 也不好说 即使你心里想 口声暂时不要说 就是宝藏在自己心里的仓库 要是自己待着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跟外面公开 在别人面前 我们之间关系如何如何好 最后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也是不好说的 因为现在的社会 也非常复杂 再加上我们的人心 没有一定的修正 没有正知正念来摄持的话 今天这种心的状态 不一定明天也是存在的 所以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应该就是 古人所说的 淡淡相交得九场 应该是以这样的状态 后果是比较好的 比如说我们道友与道友之间 其实我们心里非常的好 但是在行为上 交往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不轻不热的 应该也不要太疏远 也不要太亲密 这样以后 你这样的关系 应该是很好的 现在很多心理学家 和一些人类学家 他们也觉得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能过于亲密 如果过于亲密 导致后面的分离 有这种状况 因此西方的一些人 他们甚至一家人 早期相处的有些关系上面 也有不同的看待 并不是说两个人 关系好的时候 非要吃的 住的 睡的 一切全部 因为我们人的 前世的业力也不同 今生当中的爱好也不同 再加上自己的性格 很多方面不同 刚开始你没有认识他 或者你没有交往他的时候 哦 觉得这个人应该说 一切都是随顺我 一切都是跟我的言行举止 他也是在启动运行 但实际上不一定 你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应该说逐渐逐渐 发生很多矛盾 这种矛盾和冲突就来源于 我们各自都有不同的方向 世间的很多男女 也是这样的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的关系非常好 但逐渐逐渐为工作 为家庭 甚至做饭的问题上面 也是意见不同 最后吵吵劳了 逐渐逐渐 就像我们昨天所讲的那样 互相在争论的过程当中 出一句 我们看起来 非常平常的一个话 结果刺上了对方 对方一辈子都是记着 一直恒之如果记在心里面 最后他们之间所有的关系 就变成水泡一样 在阳光照射的下 最后全部毁于一旦不存在了 这种现象 在我们现实的社会当中 大家也应该说是 勇目共睹的事 所以在有些佛教里面 非常殊胜的教言 我们也应该好好地利用起来 好好地应该想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不能特别的密切 我觉得像古人 像老庄子 孔子 在他们的生活和 他们的一些作人出世 为人出世方面 应该说是有很多我们借鉴的 在那个时候的时代当中 一方面不像现在的社会那样 经济发展 各方面的条件 不一定是具足的 但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 并不是现在的人这样 每天都是你倾客 我倾客 或者是我对你的关系 互相都是 每天都是交在一起 那没有这样的 但大家都自己 属于自己的 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平平淡 平平淡淡的状态当中 但是发生的这些冲突 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很少 现在不是这样的 今天我对这个人非常好 就是请客 什么敬酒 敬饮料 不能喝酒 也是开始敬白思客了 祝愿你一切顺利 吉祥如意 没有过两天的时候 包括有些居士当中也是有这样的 有些上师与居士之间的冲突 也是这样的 居士与居士之间的冲突 也是这样的 我倒是当然有些钱财的人 我也不阻碍他们的活动 但是有些居士 特别特别地喜欢 今天请这个课 明天请那个课 然后过一段时间 跟这个老矛盾 那个老矛盾 今天赞叹这个人 明天开始诽谤他 诋毁他 这种现象不断地在发生 不断地在出现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没有处理好 没有这样的教言 有了这样的教言 哪怕是你跟其他的同行道友 待在多少年 我觉得不会有什么矛盾的 我觉得我们上师如意宝 真的是 有时候他老人家 对我们出世间的一些 佛教的教言 更不用说的 甚至有些为人出世 很多方面的教言 也是一辈子当中 我们难以忘毁 应该说是 就像《五个光尊哉》 在《三世忠告论》当中 也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的非常清楚 我们不管是处于在城市当中也好 或者是寺院里面 以及寂静的深山当中 无论是处于什么样 不要交特别亲密的朋友 不要特别关系好的 这个没有意义的 你关系特别好的话 肯定有不好的后果 那么与什么样的人交往的时候 不要太亲人 也不要太疏远 也不要太有嗔恨心 那么应该自己 要把握自己 稳重 自己控制自己 自己住在自己 以这样的状态当中 做事情 这就是全知《五个光尊哉》说 我的中言 就是我的这种教言 我想我们刚来学院的时候 上师如意宝的时候 有时候经常讲《五个光尊哉》的 《三世忠告论》 这个时候我们人也比较少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们也是不像现在一样的 好像那个时候对佛法和对上师的信心 也非常非常的强烈 然后每一次 得到这些教言的时候 心灵也是触动非常大 一辈子当中 现在虽然在这样的状态当中 已经过了二十几年了 但是对自己的 很多的利益和帮助 不用说的 那么下面 下面就是这样的 下一个颂词 本来这个还要讲一点 但是算了 讲下一个 由如逢财迷 为法化愿意 如喜为牟面 淡然而出之 意思就是说 主要是这个偈颂 针对出家的学徒而讲的 作为一些出家人 到一些城市里面去化愿 或者是骑士 在这种状况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就像是蜜蜂 在花园里面采蜜一样 然后得完了以后 你对施主 你对其他的施主面前 好像从来没有人事一样 以单身来对待 当然这个是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可能是有点说不过去 认为我们对这些出家的修行人 做了供养的 但从此之后他们也是不离我们 连一个电话都不打 那有些人可能有意见的 但是当然从佛教的 有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在这个过程当中 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的交流和交易 并不是世间的交易 如果是世间的交易 那么我今天给你怎么样的事物 你明天可以还给我 我们之间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约定 应该有这样的签订 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应该是以蜜蜂采蜜的 这种比喻来了解 这个大家都应该清楚 在夏天的时候 蜜蜂到花朵里面去采蜜 采蜜的时候 作为蜜蜂来讲 它没有执著 我今天到它固定的 这个花朵里面去 这个花朵因为好看 蜜蜂比较丰富 蜜蜂比较多 所以我就天天到这个花朵里面去 没有这样的状况 而作为花朵 只是对它提供养分 就已经可以了 除此之外 这个蜜蜂 昨天它也跑到这里来了 以后蜜蜂 你老人家常常 都是到我这里来享受 你千万千万不能去 别的一些紫色的花朵里面 或者蓝色的花朵里面 我就是你的花朵 你就是我的蜜蜂 蜜蜂与花朵之间 没有这样的约定 它不会有的 这个是我们的指导 一般打了花园里面的时候 真的有时候 看了这种状况以后 我们出家人跟居士之间的 这种关系应该怎么样对待 这一点 大家都是一定要搞清楚 但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就像以前 堪布耕和所说的那样 施主把上师归为己有 让上师把施主归为己有 有个别的现象 非常不满意 的确也是这样的 到汉地也好 到藏地也好 有些居士和上师之间的关系 往往都发生一些矛盾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上师把弟子 执著为自己的 前一段时间 日本有一位居士 他非常对其他的 一个上师也有信心 他自己的根本上师 也有很大的信心 他很想请其他的一个上师 传一个法 后来他的上师发现了 发现以后 开始通车一顿 说是 你就是我的弟子 你为什么要请别的上师 那这种状况 如果按照真正的佛教的一些 真正的 毗拉耶经的谜译来解释的时候 恐怕解释不同的 现在像佛陀时代 那样花园的地方 在大多数城市来讲 是没有的 只是在像泰谷 斯里兰卡 还有棉党等等 这几个国家现在也是保存着一些 原始佛教的花园 突破气势的现象 到了这里以后 深深地感觉到 佛陀时代清净的生活 但那个时候的状况 每一个比丘到城市里面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施主 他当天的生活 可以在居士树里接受 但是接受完了以后 没有什么互相有贪执的 没有什么互相 你就是我的施主 我就是你的上师 从此之后 我们互相留下电话 一直不断地联系 一辈子我就是你的上师 你就是我的施主 没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有时候 出家人与居士之间的一些关系 我觉得双方也应该重新发心 应该认知 否则现在有些上师 他自己不太懂有些民族的传统 也带一位外交部部长翻译 但是这个翻译者 往往都是不懂佛理 不懂佛理之后 从此之后你给谁 任何一个上师 也不能做供养 他就是你的根本上师 根本上师说什么就要听什么 所以你的财产 就是上师的财产 那这样以后 最后就出现许许多多的矛盾 上师也是天天都是来 每一年冬天 每一次就已经成了 你们的昌课 逐渐逐渐这样 如果在修行上 没有正知正念的一些上师 很有可能出现一些违缘 以前我们藏地 一些民间的阁里面说 说什么原来的上师药 现在的丈夫药等等 好像带有一些 异族的民间各的味道 这种情况也是有 真的是在生活当中 可能经常这样交往 不但是我们现代社会当中 也是存在的 包括以前佛陀时代的时候也是有 大家可能也记得 《百业经》里面有一个公案 有一个叫做 绝树大象的比丘 他以前在绝树日的时候 降生一次而得命的 后来他对三宝有信心 又有出离心 然后虽然已经有了家世 有了妻子 但后来他在佛陀的脚下 已经出家 出家之后 自己精进修学 精通三藏 精通三藏以后 他有摄受弟子 有五百个弟子 五百个徒弟 那么每天按照他们 当时的生活 到城里面 他和他的眷属去化缘 但是他原来的妻子 一直向他还手 他当时可能出家 同意不同意我忘了 当然有些妻子 完全是同意 但后来好像 现在社会当中也是这样 有些人一家 这个人出家的时候 好像在后来 有些真的是非常支持的 从此之后都是很圆满地 过自己的一生 真的是生起出离心的 有些也并不是这样 不管怎么样 他当时心里面一直想 比丘还手 与他过一辈子多好 一直心里都是这样想 但每一次他到一些 在圣众们营供的地方 去观察他的丈夫 到底是没有得过啊 如果得过的话 他的希求就没有意义了 但后来通过他的 很多方面的观察 看见他的丈夫 好像没有得过 他好像有这个机会 然后他有一次说 老比丘 你老人家 非常非常地殊胜啊 比丘啊 比丘啊 不知道他当时 怎么称呼的 现在一家人称呼 很多人说老师父啊 或者说有时候称呼的是 原来我们那边有一个人 他自己出家了 他的孩子有一次 他在圣众里面的时候 他的孩子叫他爸爸 然后他非常不好意思 下来之后就教训他 从此之后不能在 有些圣众当中 或者其他的人群里面 不能叫我爸爸 啊 一定要叫我师父就可以了 然后孩子说 知道了 知道了 爸爸师父 爸爸师父你好 然后他就再次地教训他 不能 凡是爸爸两个字 不能出来 那个人有一次跟我碰的 他说师父 因为他自己已经习惯了 师父什么什么 我说师父是谁啊 后来他说来说去 慢慢慢慢才知道 哦 原来是太太爸爸 他自己后来就已经习惯了 因为已经训练了 当然这种事情 我们佛教当中 也大家不能认为不合理 佛陀时代的时候 如果出了家以后 或者自己有家庭 后来自己真的生起了 出离心的话 那么妻子也可以出家 孩子也可以出家 父亲也可以出家 这是合理的 但我刚才说回来 刚才那个绝授大象比丘 他接触自己的妻子 自己的妻子 他说我现在家庭的财富 是非常圆满的 可不可以你和你所有的 五百个眷属 天天都到我这里来应供 我也是赔一些福报 积累资粮 我们以前关系那么好 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机会 哎呀 师父啊 你应该给我一个机会吧 然后师父也想来想去 还是照顾他原来的老菩萨 然后他们经常来 因为来的次数比较多 后来他妻子想一些办法 他的眷属越来越减少 最后一天的时候 他一个人到他的家里去应供 那应供的时候 他就私下秘密地找一些人 到一会儿给我传法 和应供的时候 你们来欺负我 之后他也是在他的丈夫 或者比丘面前说 自从你离开我的家以后 我们这里当地的人 如何如何欺负我 害我 打我等等 说了很多很多的这些话 他当时也是半信半疑的 但后来真实 他在对他传授佛法的时候 就来一群人害他 开始打他 那个时候老比丘 开始生起很大的长汗心 他想是一定要杀他们 这些人无缘无故这样欺负我 原来的老菩萨 为什么这样 他就准备杀他们 杀他们的时候 当时妻子求他不要杀 抱着他说 你千万不要杀他们 因为你是受了戒律的人 你如果真的想帮助我的话 你先舍戒 舍戒以后再杀也是不辞 因为这个原因 后来确实也是他舍戒还术 然后又与他成家 这种现象在佛陀时代也是有的 所以说 我们佛子心里面也讲了 一般来讲 我们释惠自己的修行 有释惠 闻思这个修行 所以说对施主和亲人 不要担着 不要担着 原来那些堪布给我们讲佛子心 大概是二十年前吧 他有一次给我们讲佛子心的时候 可能施主们都觉得 这个出家人是很没有良心的人 但是我们出家人应该这样做 不管是施主高兴 不高兴 应该怎么做 以后不要跟施主交往的很多 当时是这样讲的 但真的是 他们这些老修行人 一辈子当中一生坐着 真的已经做到了这样的 现在也是自己的修行非常圆满 那么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人 正常能做到没有呢 自他途确确实实 也是没有做到的 但是也没有依靠任何一个施主 互相执著 然后产生烦恼 互相增值 这一点我本来讲 虽然没有过 但是我想我们大家 重新应该认识到怎么样学佛 学佛的时候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出家人和在家人之间的关系 也有一定的分寸 如果你没有掌握分寸 没有了解这样的尺度 恐怕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 互相舍弃 互相制造违缘 正当各种情况也会发生的 因此说 我们大家在学到这些法以后 大家应该在怎么样沟通 怎么样交往 尤其是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很多的那种施主 真的是 刚才堪布根佛所讲的那样 把自己的上师 当作自己家人一样 一方面可能得受一些佛法的加持 方便练习有一些 但另一方面 真的是以佛教的 这种那个时代的生活状况 现在比较起来的话 有些地方可能 我们也做不到的 但是我们也一定要尽力的 想尽办法 与自己的修行做如法 不如法也是不合理的 这不仅是释迦牟尼佛的 佛法当中也是这样的 而且以前的 比如说欺佛里面 我们显戒当中的 很多佛陀的时代 也是以这样的原则 与施主和上师之间的交往 以如实的原则来进行的 以前有一位佛陀 叫做一切神 或者是一切救火 叫一切救火 这个佛的每一次诵戒 在每一次他们 半个月诵戒的偈颂当中 也是有大概这样的意义 刚才的内容 基本上是相同的 那么这个偈颂里面 怎么讲的呢 就像蜜蜂 在花粉里面的时候 它就不会毁坏 这些色法 然后行则欲称 其事别无贪无成而反悔 有这么一个教言 所以我们平时 在生活过程当中 跟这些如来的教言 尽量地去做 原原本本 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 也是能做到的话 真的有时候 也是不好说的 我个人来讲 有些比如说巨师对佛法 对三宝信心非常大 对自己也是帮助非常大 那么从人格 从我们世间的人性角度来讲 好像置之不理的话 说不过去 有这种感觉 经常遇到这方面的困难 但是你一直以为地去执著 那这样不合理的 因为我们出家人与 居士之间的关系 主要是佛法 除了佛法以外 私人的感情不会长久的 现在很多的信心和感情 我前一段时间 在我们这个课堂上也是讲过 这个一定要分清楚 那么以信心的前提下 以信心的心态当中 如果我们交往 对自他都是有精神来世 有利的 如果以贪心 或者有其他目的来进行交往 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米拉日巴尊者 也是说 山上修行人和城市里面的施主 这两者有成佛的因缘 主要的因缘在于回向 我想我们施主们 供养一些出家人的时候 你就再不要记账了 不然你记得账太多了 到时候也会算账的 我们在某某时候 给你供养过什么什么 你现在为什么不理我啊 然后用电话里面 开始用刺耳的声音来核测别人 那个时候没有必要 然后作为出家人 用其他的一些财产 用其他的东西来报道 施主的恩德 这是不符合我们的佛教 应该是对他宣说一些佛法 或者用存知的心来作回向 让他修学一些佛法 原来不是说过吧 有一个藏族的佛夫 到美国去传法 说是 你们需要的就是法 我这里所有的法全部传给你们 然后你们具有的财产 我需要的就是美金 你们给我多供养美元 其实这种说法是很不好的 贪执钱财 而对施主沟通非常不如法 现在很多人 各自都有这个目的 有些请一个上师 为了提高自己的致命度 或者是依靠引擎 又承办其他的事情 这种现象也不如法的 真的 有些上师到施主 或者居士里面去 他首先的动机是什么呢 就要我想获得一些钱财 那这样的目的 与在家互相结缘 最后可能有些事情 会暴露无业的 在那个时候 互相怒怨天友人 没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 因此首先作为一个 真正的大乘修行人 怎么样沟通 怎么样交往 交往完了以后 你也不要去太执著了 真的是这是我们的上师 所有众生的上师 我刚才比喻里面说 这个花朵 不能对蜜蜂有严格的要求 你不能去别的花朵里面去 你就是我的蜜蜂 不会这样说的 所以作为施主 也不应该说 你上师一定要坐在 我的屋子里面 这里有大的双人船 你一直睡在那里 千万不能去 别的家里面去 那我不同意啊 你如果去的话 我从此之后 再不认你上师 哪有这样的沟通方法 这样子真的不好 所以说 任何一个上师 具有法相的善知识 上师就是太阳一样 所有众生的 那么作为上师 有福报的 有积累财产的 机会的施主 他对十方僧众 在那里有应供处 可以供养 可以发心 可以与上师结缘 这个是每一个人 信仰的自由权 应该是我们佛教当中 也是这样的 政策里面也是这样的 因此现在有些人的沟通 经常出现一些问题 一方面自己都不懂这些真理 不具足善巧方便 如果具足善巧方便 不会出现这种后果 所以大家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也应该比较担任处置 也不能过于的密切 这一点大家应该基于心见 那么我们前面讲 断除贪之外自具 外面的自具 或者食物的意思 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 有贪 贪情当中产生痛苦 然后贪经无有实质 两个方面来叙述 首先是第一个基颂 下雪了哦 这个颂词的意思是这样的 我们获得 受用财富 恭敬 供养 还有众人的欢喜的时候 一般的人容易生起骄傲 如果生起骄傲 以这个烦恼导致 最后死后产生极大的恐怖 堕入恶趣等等 有无量的痛苦 那么意思就是说 作为真正的修行人 刚才前面所讲的一样 就像佛陀士的那样 以简单的一些字具 和简单的一些财物来 度过自己的一生 是最好不过的 我们佛教里面经常所讲的 执著少欲 就是执著少欲 这一点不一定是 所谓的出家人 现在城市里面的社会人 也需要具足执著少欲 如果执著少欲没有 可能自己的贪心 嗔心 就经常猛力地生起 这样后果非常不好 那这里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收到了许许多多的财 财 财产 财源滚滚 然后又收到了众人 成千上万的人的 爱得 顶礼 恭敬等等 同时也收到了 人们的欢喜心 你不管是到哪里去 在掌声当中 赞叹当中 鲜花当中 那这样作为一个凡夫人 恐怕在心的相续当中 很容易生起 骄傲之心 啊 你看我有这么多的财富啊 我这个人的福报 真的是很不错的 其他很多人 苦苦地寻求 也是得不到的 你看我的福报 很多很多的钱财 哗啦哗啦地来了 那么自己相续当中 有产生一些傲慢心 别人对他恭敬的时候 觉得自己肯定是有非常好的功德 没有功德的话 你看现在人的分别念那么重 那么多的人对我恭敬 那肯定是我 是不是我已经获得过了 尤其是人们在平时 他过一些平凡的生活的时候 他心的相续当中的 骄傲心很少 但一旦有一些地位 有一些钱财 真的是非常生傲慢心 前一段时间 我们学院里面 今天不是拼了三十多个法师 得堪博学位 我隔壁 我经常认识的 我经常说开玩笑的 然后我看见他的时候 我跟他说 你得法师证 恭喜发财 然后他就有点不高兴 怎么恭喜发财 你看我这么穷 还说恭喜发财 我说从今天开始 你的发财已经开始了 但是你要安住 不要生傲慢 我当时一般是开玩笑 一般也是真的 因为世间的人们 谁是活佛 上师 或者说一般讲 有些人有了 定位名声的时候 他这种有乐的财产 肯定会自然而然 会积聚的 这一点都是不过的 原来有一个法师 也给我这样讲 啊 我现在成了法师 我以后肯定是 有很好的高级车 肯定有的 十年前当时这样说的 但是现在好像还没有买到 有时候还是人的福报 也有可能有 然后那个时候 在自己相续当中 真的会有一些 我这个人很了不起 有这种财富 有这样的想法 但在这个时候 应该有些人 他不管有什么样的 有乐的财产也好 名声也好 这些都是 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 因此他就不是 特别的执著 但有些人 恐怕不是这样的 然后依靠这个 开始产生傲慢心 其实这是非常不好的 真的是一个人 一辈子当中 变成一个比较平淡的 修行人 这是非常希求的 也是很羡慕的 如果没有这样 有了一些财富名声的时候 不能把握自己 以前布多瓦格西 当时讲法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妖人 抓麻雀 后来他观察他的来世 他的来世变成一个 非常实力雄厚的 财富圆满的一个大德 因为他寄生当中杀生 然后再观察他的来世 然后这个大德死了以后 变成一个特别可怕的执著 然后最后变成一个 石头里面的动物 常年都是灌在石头里面 产生极大痛苦的 这样一种状况 所以说 我们具有财富的时候 实际上真的是对自己的相续 是有利还是无利呢 很不好说的 现在有些人认为 有了财产 对自己的生活有了着落 有了名誉 很好 这样认为的 包括一些在家人 啊 我现在很不顺利 我现在这个身影不顺 别人如何如何顺利 别人有什么养方 交持 我现在 但是真正是有了这样的话 他的修行不一定上见 我们修行人当中 大多数财富比较多的人 修行不成功 这是真实的 我也不是诽谤很多修行人 大多数的 我不敢说有些人 就像以前嘉阳群泽王波一样 他财富非常的圆满 但是他说 没有你母案的执着 我所有的这些财富 只不过是 怎么说啊 我对如幻如梦 有些高僧大德 和有些应该是真的 自己所有的财富 就跟其他的云财一样 一点都是不执着 只是运用财物来帮助众生 利益众生 除此之外 他不会有执着的 这样的高僧大德 肯定有的 但一般的一些修行人 有了财产以后 可能他的什么事情 都是不能成功的 以前藏地有一个 格鲁派的一位格西 他的修行非常好 后来他精进地修行以后 以文殊菩萨人与人之间的 谈话那样 这样的面见本尊 但后来他以施主比较多 财富供养的比较多 最后一段时间当中 根本不见文殊了 就是不见文殊了 然后他觉得为什么 什么愿意 寻找其他的一些 有神通的大德 去观察 结果上师给他说 是不是你最近 财富非常圆满 他说是 最近我遇到一个大老板 开玩笑 古代有没有 所谓的大老板有没有 最近我遇到一些施主 我的财源比较不错的 然后后来那位上师说 那你应该做一个灭财富士 灭财富士就是把财富不要了 这样的富士 但现在人可能不喜欢 现在人很喜欢发财富士 不愿意做灭财富士 做了一个灭财富士以后 逐渐逐渐以三宝的加持力 他的财富就没有了 然后他就成了一个 平凡的知诸少语的修行人 在那个时候 他所有修行的境界恢复如初 这种状况 所以有些人来讲 真的是 我经常这样想 我们在座的 那么多的出家人里面 现在学了那么多年了 应该说以后在各大寺院里面 当房长 当主持的 肯定有很多了不起的高僧大德 这一点我感觉 我分别念的推测肯定是有的 但我唯一的希望 当你发财 有很多的财富 地位 名声的时候 能不能把握自己 这一点很重要的 如果你不能把握 在那个时候 至高气昂 觉得在这个世间当中 我说什么都可以 做什么都可以 然后越来越贪得无缘 恐怕是你的修行 你所做的一切事 不一定是成功的 因此当你成为真正是 受到众人赞叹的这些高僧大德的时候 希望你们应该观察自己的 不要太贪执 所谓的财产如水泡一样 没有实在的意义 所以希望大家在 修行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 不仅仅是我们出家人 包括一些居士当中 财富随着自己 前世的一些福报 前世做了一个 小小的功德 即生当中 财富突然暴涨 这一点都是可以的 前一段时间中国现在 房屋卖得特别高 然后全国人们 好像发疯了一样 开始搞房屋的声音 后来又是股票 就开始买股票 有相当一部分的人 在这个当中贪得无缘 但这样你遇到了一些 突然的机会 应该会发财 发财也很容易 但灭财也是更容易的 尤其像我们藏地 比如说这一家人 有一百头猫牛 两百头猫牛 真的非常富裕 就像龙王一样 很多人有这种说法 但这是非常 偏僻的山谷里面的说法 不然龙王哪里有 只是一百头 两百头猫牛就可以了 两百头猫牛最多是几十万 偏僻地方的人 啊 这一家特别富裕 像龙王一样的 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 出现血债 出现血债 饥荒的时候 马上把全部死掉了 很容易的 现在有些大老板也是 几十万 几千万 几百万 几亿多少多少 然后生意不成功 或者做什么事情 马上就成了家破人亡 财富的增见 很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了财富 尽量地帮助一些 可怜的众生 上供下施 这是有必要的 除此之外 没有必要太大的执著 如果执著 一定会堕入恶趣的 就像《密列四后经》当中 也已经说了 说是以利养恭敬 还有情有施入 智者或者贤者的 这四个愿 这四个愿 让我们产生傲慢心 而很快的时间当中 会堕入恶趣 堕入地狱 所以大家在修行的状态当中 当你受到名声财富的时候 不要贪了 贪了以后 不会有好的效果 因此经常应该自己掌握自己 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掌握自己 来世变成什么样的众生 也非常难说的 这方面的公案 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下一个颂词是这样的 那么他这里说 因为异常的道理 明白之后 作者对自己的仪式再三地说 一种利人的手法说明 说我们愚痴的心 你不要太愚痴了 太迷茫了 不管是 贪了什么样的事物 一定会感受 非常可怕的果报 这就是所述的果报 你以前贪心的千百数 会增长的 就像你以前贪一个小时 那么以后 一个小时的一千个倍 你在地狱饿鬼当中 受痛苦的 所以有智慧的人 千万不要贪着 现在的社会 掌握这一点的的确确 是非常非常的少 很多人 数数不测的手段 就是以各种方法和途径 开始向自己获得财物 圆满自己的欲望 一直满足自己的欲望 很多人有这样的 永无至尽的一种贪欲之心 所以我们不管是怎么样 贪到什么样的事物的时候 自己经常观察自己的心 如果你没有观察自己的心 对出世间法 世间法各方面 没有好的意义 比如说出世间法 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即生当中 贪得非常非常严重 那么来世的果报 也是很可怕的 不管是你贪食物也好 贪产也好 哪怕是探一点食品 那你的果报非常可怕 以前藏地有一个寺院当中 有一个老修行人 这个老修行人 他就买了一腿牛肉 他一直舍不得吃 其实老修行人都有这种毛病 以前我小的时候 都是在有些老出家人 有些老老爷爷 他们在夏天的时候 积累一点财产 宿油这些 一直舍不得吃 最后全部烂了 或者被冲吃掉 也有这种状况 那个老修行人 买了一腿牛肉以后 他想一直到冬天的时候吃 一直舍不得吃 结果他的寿命没有等待他 他就提前已经离开了 那个牛腿放在采坊里面 我们现在说的牛房旁里面 然后死了以后 寺院里面所有的出家人 把他的家产 全部已经上供下施 已经处理了 他们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但结果他的灵魂 心事一直转注到牛腿上面 然后一直担着这个 结果他自己都变成一个鬼 别人看不见了 实际上他这个鬼的力气 也比较大的 每天晚上的时候 他把牛腿拉着 然后寺院的上上下下 都跑来跑去 他把牛腿拉着 那个时候很多的狗 因为我们经常说 所谓的狗有鬼烟 有时候无缘无故的狗叫得特别多 说明魔鬼来了 好 寺院里面所有的狗 一直追着这个牛腿 追着这个牛腿 但是人们看见的时候 我们人眼看不见这个鬼 但牛腿一直在跑来跑去 实际上这是鬼拉着牛腿 刚才老兴许人已经变成鬼了 那个时候全寺院特别害怕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这个寺院的名称都是有 但是我在这里不提 害怕到时候他们的寺院 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在媒体上 一般要注意 有些人名 一些地方的名称 包括前一段时间 我们出慈悲之女的时候 我没有提哪一个县 也是很好的 因为没有提的原因 当时不知道是哪一个县 很多修行人大概的预测 有些出家人里面 听说你们那个地方杀得很厉害 他们在顾及 我说是到东方那边去 东方那边的话 应该你们寺院附近的地方 杀生很厉害 互相都说开玩笑 我当时想是 没有提很好 不然提了以后 可能不是很好 所以那个寺院里面的人 大家都非常害怕 在那个时候 当时华智仁波切在世的时候 你现在一百年左右的时候 华智仁波切在世的时候 华智仁波切做了一个烟工 做烧烟教研的仪轨 念了以后 从此之后 那个修行人也已经超度了 那个轨也已经超度了 所以我们贪执任何一个事物 你在临时的时候 最好不要有任何贪执 现在活着的时候 也不要贪执你最喜欢的人也好 财物也好 对什么都最好不要贪 如果贪的话 到时你临时的时候 没有把握自己的心态 很有可能会贪执的 这样没有必要 只是我们从佛教的角度来 对贪执事物真的没有意义 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确实也是不合理的 因为我们的目标 无穷尽的 以前的人们需求榜样 现在人们说是崇拜偶像等等 有这样的说法 但实际上是不一定到达的 以前《世间法》当中 比如说庄子的球水片里面 有这样一只脚的轨 他就非常羡慕 做得特别快的那种旋 然后旋 他特别羡慕 没有脚的蛇跑得很快 然后蛇非常羡慕 没有心体的风跑得很快 然后风极其的希求 或者羡慕我们人的目光 然后目光也极为羡慕 心的快速 心特别快 一转眼就跑到那里 佛经当中也是说 心是一切事物的前行 一切当中心是最快的 这是一种比喻 那么还有一个语言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一个小老鼠 他特别地探求 最伟大的 最广大的 他就一直找不到 后来他就看看 看一看 抬头一看 苍天 蓝天光阔无垠 他觉得 啊 这个蓝天是最伟大的 最广阔的 然后他告诉虚空 说你是最伟大的 你就不怕谁吧 我非常想 希求你的果位 你可不可以给我勇气 然后虚空告诉他 我还是有怕的 我最害怕乌云 因为乌云遮天蔽日 乌云遮入我的面容的时候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最害怕乌云 后来老鼠认为 噢 我不应该寻找天空 应该寻找乌云 乌云是最伟大的 然后他去找乌云的时候 他告诉乌云 你是最伟大的 你遮住蓝天 我很想得到你的果位 但是乌云他说 我也并不是这样 我还是也怕 我最怕是这个狂蜂 因为狂蜂劈开乌云 它消除乌云 所以狂蜂的力量很大 后来老鼠觉得 可能最伟大的就是蜂 然后他找蜂 找蜂的时候又如前一样的蜂 最后蜂他说 我最害怕的呢 我并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 最伟大的 我还是很害怕的枪 枪壁有的话 我就根本绕不过去 一直遮掌我的前进 那个时候老鼠又寻找到枪 他就告诉枪的时候 他说 你是已经遮住蜂的 你可以抵挡的 那世界上是你最伟大的 他说 我并不是最伟大的 因为我这样的一面高枪 实际上是老鼠传来传去 在我的枪极下 传了若干个老鼠洞 最后我这个枪也是轰上倒塌 最后全部都是毁灭 所以我最害怕的就是老鼠 后来老鼠知道 哦 实际上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 自己找来找去 整个世界当中照片了 最后知道是自己的 那么这个比喻说明什么呢 就是我们实际上 我们贪的这个 贪的那个 现在世间上真的是 贪的对积是非常非常多的 然后有些人贪执地位 财产 一直这样贪 那你这样贪执呢 结果回归原地的时候 其实你的这种心 除了这个心以外 没有什么可贪的对境 如果你真的 把握自己心的状态 那么世界上所有贪执的对境 全部都是效益发解 所以说我们智者们 一定要不能迷失当下 不能失去我们的良知 也不能丢失我们的机会 也不能流失我们的时光 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心态 现在的修行人也好 在家人像疯狂般的 没有任何目的 一直贪得无厌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毛病 也不认识自己 心本来面目的一种迷失所导致 所以说大家在这里 愚痴的心 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 一定要认识到自己 否则它会扰乱 我们的价值和力量 它会干扰 我们的修行和成就 因此每一个修行人 和每一个居士 一定尽量地以知诸少语 不要贪得任何事物 财物以及人类等等 所以应该以佛法这些 非常殊胜的教言来 要求自己 克制自己的贪心等一切烦恼 好 讲到这里 怎么说 未经许可不成就 日本丝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计划